您好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 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影片中母亲发现读高中的孩子身上经常有怪味 而且莫名其妙买了新手机 于是鼓起勇气打电话向警方求助 发现小人起死跟这个贩毒集团是有所牵连的 在警方开导下终于让孩子打开新房 并且寻现破获贩毒集团 帮助孩子远离毒害 有鉴于暑假期间青少年染毒情况增加 北市警推出微电影呼吁民众大义就亲 合力防堵毒品危害 过去我们讲大义灭亲 这个感觉对家长或者是孩子或是学校 同台之间感觉非常沉重 因为好像为了这个道义就需要来灭亲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要反过来讲 这个大义是要就亲 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老师 还有家长还有设断大义 我们如果发现孩子有吸食毒品的话 我们现在不能要救孩子 那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 有一条17条21条的规定 如果我们有发现孩子有这个吸毒的现象 我们应该要立刻带孩子去救医 那救医之后呢 要赶快跟我们检警合作 那配合我们来办案 来找出这个少年药头 或者是说这个嫌犯 耐毒给孩子的嫌犯 这样在法律上就可以减轻 或者是免除其刑 考量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民众接触网络媒介时间大增 台北市警察局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 特别运用五毒校园专任警力 结合大义就轻气毒策略 与教育局合作扩大反毒宣导 希望加强防治毒品对于青少年的危害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